1986年至1989年 我留在東京讀攝影和電影 電影是其中一個環節 我依然隨身帶著相機 一有時間 我就在東京市周圍捐 去看看有什麼東西 是自己有興趣的就拍下來 其實這張照片裏面都頗特別 這裏是一個叫東京靖國神社 最吸引我眼球的 就不是前台裏面兩個雙伯手 推來推去那種感覺 反而我自己就喜歡看一些幕後的東西 他看一些雙伯手 他又很特別的 他們就真的在空地休息 然後等比賽的時候 就叫他們出去比賽 這一張照片 是他發現了 我拍照叫我們不要拍的 但是因為 我的動作太快了 他一叫不要拍 但我們都在一時間 我已經查下了 我已經查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